物價漲不停 在南部連鎖素食餐廳 丹丹漢堡也宣布要漲價之後 高雄知名的花生糖也調漲了三十元 非用餐時間 這間位於高雄七弦路的丹丹漢堡 還是不少人 但櫃台顯眼處已張貼公告 寫著因原物料 包材 基本工資等營運費用上漲 十二月十七號將漲價 店內套餐組合共十四組 有一半漲價 漲幅在兩元到五元左右 米糕 熱狗 地瓜薯條等單點商品 則漲二到四元 換算下來 整體漲幅約百分之二 不過員工薪資也從十二月一號起 調到時薪一百七十元 畢竟這是民生 民生物品還是得要吃 還是得買 還是得接受就對了 對呀 只能接受啊 不然如果店家倒的話 我們吃不到也是 反而也會困擾 單單含漲 大部分消費者都說能接受 只是這一波原物料漲市何時能停 高雄鳳山這間知名伴手禮店開業三十年 也因為國內花生等原料不斷漲價 這個月一號起 所有的品項都調漲三十元 老闆娘說今年光國內花生漲價的次數 就多到他數不清 加上工資 材料成本增加 不漲不行 而目前看不到營業成本下降的趨勢 會不會執掌一次就喊咖 店家也無法確定 記者 王廷孟昭全 高雄報導